大家好,这里是404书院,告诉大家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时事造就英雄,也造就典型。 时代的典型往往是应运而生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有时也是可怕的。 德国纳粹党宣传部长戈培尔有一句臭名昭著的名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他因此而成为创造希特勒的人,让无数德国人相信他们的侵略是正义的。 看雷锋精神的历久弥新,不得不承认歌式的谬论似还有几分道理。 中共建政后一批批人物典型因时代的需要被挖掘和树立,好典型被高高竖起,完美无瑕,坏典型被踩在脚下,义无是处。 但其人骑士究竟怎样,或许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其中真真假假实在值得商榷。 下面仅以几个代表性人物为例,第一位,好战士雷锋。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50、60后、70后至00后们几乎都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 这样一个纵横中华大帝50年的道德偶像,真算是超额实现了奇作一颗螺丝钉的红月,紧紧地镶嵌在中共的政治土壤中。 雷锋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而雷锋故事之背后的故事却有点让人大跌眼镜。 话说雷锋原本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文艺青年,乐于助人对党一片赤诚。 对美和时尚亦有着天生的热爱,有点脾气,偶尔也有点虚荣。 作为典型,他的形象一天天被塑造的高大拳,而当他倒下那一刻,作为一个神他却彻彻底底站起来了,没有缺,不谈风月,只有满腔忠诚和说不完的好人好事。 无须慧言,一个公开的秘密是,雷锋的许多照片是摆拍,补拍的。 雷锋的日记是写作班子集体补写的,那句非常有名的对待朋友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亦是出自他人之手。 当然雷锋的创举还不止于此,雷锋大手笔的捐款远超出一个普通战士的金铁。 雷锋连着三天减份,日均达三百多斤的奇迹击破了力学。 生理学等诸多设想,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全都记在日记本里或照片中。 雷锋学毛选,竟然还创造了神迹。 如,他学理发,开始时学不会,学过毛选后,就会了。 他练习扔手榴弹,不及格,学毛选后,就及格了。 诸如此类,势力繁多。 五十年来,雷锋就这样占据着中国人的道德高地,伴随着雷锋精神崛起的还有儒王杰。 欧阳还等一批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道德偶像,俯视着这片急需道德拯救的大地。 第二位,铁人王晋喜。 铁人王晋喜是如何出炉的呢? 教材里称,1960年3月,王晋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 用盆端筒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 此外,王晋喜也跟雷锋一样是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有着高度的政治思想境界。 有王晋喜经常带领石油工人们在井下点起篝火学习马列为证。 但根据当年石油工人回忆,王晋喜被调到大庆油田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 泥浆固井也只是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采取的紧急措施。 当年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的人是两位技术员,是他们不顾一切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 当年石油部长康世恩了解情况后,想树立典型,但典型不能是臭老酒。 一位老工程师领会了领导的意思后,推荐了自己的手下王晋喜。 而点起篝火学习马列是因为当年石油工人工作辛苦,但是油田却只给他们菜窝窝团吃,因为吃不饱而怨气很大。 因此,领导强制他们学习马列。 第三位,国际友人白求恩。 白求恩不远千里来中国抗日,在抢救伤员时因感染而逝世。 精神却也可佳。 尽管如此,在宣传传颂时还是对其进行了不少的艺术加工,将他无私无畏的形象拔高再拔高。 于是,在纪念白求恩,我们读到只要有这点精神。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那么白求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加拿大研究白求恩问题专家,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及其夫人沙朗合作编撰的凤凰传奇。 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未确保该书真实,完整地在线白求恩的一生。 斯图亚特夫妇访问了世界各地所有白求恩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采访超过300人。 白求恩曾在马德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流动输血战,但他自身的弱点是沉溺女色,酗酒、坏脾气,无法与人合作等,最终导致他被西班牙政府赶回了加拿大。 而加拿大当时视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既回不了西班牙战场,以加拿大又无所可为,恰巧受斯诺西行漫迹的影响,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到中国寻找他的出路。 第四位,县委书记焦玉录。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共稿,署名作者为穆清。 冯剑、周元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玉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通过电播向全国送播。 电台节目录制过程中,播音员齐悦几次气不成声,节目已经播出,整个中国都被感动。 而此时焦玉录事事已经近两年了,他的事迹主要是通过当时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口述的。 这位被称为焦玉录亲密战友的副书记,主抓至三害,他向记者介绍焦玉录如何制封杀,如何探水流,如何制严检,其实就是在介绍自己的工作。 焦玉录在兰考任上只有475天,抓三害的具体工作都是张钦礼具体落实的。 焦玉录的主要经历则是搞阶级斗争,而焦玉录事迹的宣传都一手操办在张钦礼手中。 但对于张钦礼来说,他的半生成也焦玉录,败也焦玉录。 文革后,这位副书记被开除党籍,判刑13年。 罪名之一是文革中在兰考炮制了以述还是砍焦玉录这面红旗为斗争焦点的两点一线反革命六论。 此后,他的名字在重印出版的焦玉录通讯报道中便彻底消失了。 第五位,英雄战士刘学宝。 刘学宝的故事发生在1967年。 他的事迹曾编入了小学语文课本,出版了连环画,是进行英雄主义和阶级斗争教育的典范。 据说,刘学宝是甘肃永登一个部队的战士,当他发现一个叫李世白的阶级敌人情况异常后,就尾随他,原来阶级敌人要去炸毁一座桥梁。 炸药包已经点燃,千军一发,刘学宝奋不顾身与阶级敌人展开搏斗。 并杀死了他。 然后,爆起炸药包扔出去,但炸药包已经爆炸,刘学宝为此失去了一条胳膊。 英雄的事迹传到了北京后,1968年4月24日,解放军报刊登报道, 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宝,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 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随后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等报刊,纷纷在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全文转载,一时风光无限。 文革结束波乱反正的时候,经过深入的调查了解,真相忠于大白, 刘学宝为了争当英雄。 竟然不惜杀死李士白,自残手臂,制造虚假爆炸案件。 18年之后的1985年7月,中共甘肃省永登县委才做出决定,为李士白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同时,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宝无期徒刑。 第六位与第七位,草原英雄小姐妹。 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曾经感动过无数人,以动画,而歌等形式流传至今。 然而,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可信的版本从知情者口中传出。 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陈鸿燊博士曾公开表示,当年事件发生不久, 他曾亲自采访龙梅、玉蓉和其他当事人。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 1964年腊月26日, 十一岁的龙梅和九岁的玉蓉两姐妹的父亲跑去喝酒, 把羊群交由姐妹俩照看。 两姐妹在放羊时遭遇暴风雪, 只能盲目地跟着羊群走。 右派分子哈斯朝露正好看见了羊群, 并且发现了龙梅。 他把龙梅就到白云厄博火车站的搬到房, 然后呼叫其他铁路工人一起到山里救出了玉蓉。 救人救羊的哈斯朝露因为右派身份, 不仅没有得到表扬, 反被诬陷成偷羊贼。 龙梅甚至在万人批斗大会上指控过他。 1966年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监狱, 直到1972年因为他的小女儿在西蒙草原大火中牺牲, 才被提前获释。 到了1985年, 他救人的事情被自治区高层搞清楚之后, 才回到原单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继续工作。 最后一位是反面人物的典型, 政治恐龙刘文采。 在树立典型方面, 有被过度拔高的好人, 自然也有被狠狠踩在脚下的坏蛋。 坏典型刘文采就是有代表性的反面典型人物。 刘文采的故事是一个就时代官僚地主被妖魔化的故事。 刘文采出身农民, 后经商发家又靠着弟弟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势力走出市井。 横跨黑白两道, 换海沉浮几十年, 坏事确实也做了不少。 在中共建政前夕大厦江青时幸运的撒手西去, 刘文采的发迹被称为近代畸形中共所催生出的一头强大的官僚地方恐龙。 而官僚地主并不是构成近代地方阶层的主体, 但是为了阶级斗争宣传的需要, 刘文采在死去十余年后重生了, 并被迅速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典型, 遭毁目绝尸, 尸首被抛出后, 在风雨中腐烂的只剩几根白骨, 被人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神秘之所。 文革前和文革期间, 四川大义地主庄园陈列馆里的摆罪图收租院泥塑群雕以及水牢等深恶痛绝地向人们展示这个恶霸地主的最大恶极, 其妻妾, 后人遭到打压。 但后来水牢之类展示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 实际调查证明, 所谓刘文采许多罪名都是加油添醋的宣传或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1964年四清运动前后, 当时大义县委和地委为了配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宣传需要, 将刘文采庄园陈列馆进行了彻底改造。 县委宣传部长批示, 必须旗帜鲜明, 对地主阶级的揭露, 没有保留的必要, 一事义务都要服从这一点。 地委宣传部长的批示更直接, 县设计想法对, 真人真是不必要, 如果您觉得有所收获, 麻烦帮忙点赞、转发、订阅, 谢谢收看。